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桃园长庚医院附近 有间台湾少见的贵州米粉专卖店 只要用餐时段都得花些时间排队才能入座 温火慢熬8小时的原汁牛三宝米粉 米粉Q弹花溜充满嚼劲 拙摆汤头喝来鲜顺带有微微花椒的香麻 搭配牛腱肉牛筋和牛肚吃来好满足 湿辣的老饕则是最爱极品香辣口味 米粉吸附香辣汤汁油而不腻 牛筋肉炖得软嫩入味 和汤头一起入口超级开胃 觉得口味相当不错 后来就是基本上只要来这里都会来品尝一下 米粉跟台湾的米粉还是不太一样 它的嚼劲是比较好的 比较Q弹 而且它汤头比较浓郁 基本上喝起来会有一些焦麻的感觉 充满嚼劲的贵州米粉 鲜嫩的牛筋肉 Q弹肉筋和牛肚搭配熬到酌黄的汤头 喝起来浓醇麻香 就是这一碗来自贵州的原汁牛三宝米粉 吸引客人周周来报道 就还蛮常来的 大概一个礼拜一次或我倒两次 那就是蛮不辣 然后在冬天就是像今天这种天气的话 就是很暖味的感觉 小姐你要几位 一位吗 有位置稍等一下 还没到中午12点 店里已经都做得满满 这间位在桃圆龟山 长庚医院附近的贵州米粉专卖店 人气超级夯 道地的味道是老板陈宗凯 五年前从大陆带回来的 在贵州那边它因为湿气重嘛 它处于在内地山上 所以它用青花椒来对于平常的食补来说 是去湿的动作 陈宗凯说贵州米粉的特色 就是多了那股花椒香气 台湾人很买单 开业四年多累积不少中式顾客 当12点之后 附近的工业区的人一出来之后 基本上你就是要排队的 米粉很Q吃 在外面嘴巴会很酸 客人吃到嘴巴酸的Q弹米粉 老板陈宗凯不买现成 都是用纯米自己做 使用的是台湾再来米 它泡的时候 它要泡12个小时以上 那泡的时候 主要目的是让米软化 浸泡过后的再来米 倒入陈宗凯特地从大陆 进口来的米粉机 直接就被粉碎压榨成 一条一条白肠粗米粉 接着得靠手工 把成型米粉裁剪成同样长度 就是考验耐心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天这样做米粉 做一次就要四五个小时 在这边不能动 因为要自己剪自己做 也不能中途停机 因为这东西中途停机 它就像米一样 它就印在里面 所以你一定要陪它 这个东西都是费时工 不能偷懒 整理好的米粉 一片一片摆进优化箱 保湿风干12小时 等待米粉冷却 让它分子结构再稳定一点 这样子的话 做出来的米粉 你煮出来它就不会烂 比较不会烂 最后陈宗凯熟练地把 封干后粘一起的米粉搓开 出餐前再泡进热水里软化 这才大功告成 搭配的汤底 更是马虎不得的灵魂角色 那我们用的是牛骨跟鸡骨 还有老姜 老姜做去腥 那我们熬的话 我们熬汤会熬到八个小时 熬到八个小时 熬到它的浓度够 我们在熬汤的时候 也会加入香料 七八种中药材 那它里面有花椒啊 八角啊 茴香啊 闻火慢熬出的汤底 浊白浓郁 飘着淡淡的香 搭配牛三宝 倒入煮熟米粉中 热糊糊的汤头 喝来鲜顺 带有花椒微微的香麻 牛筋带有Q净 牛腱 牛肚 炖到软烂入味 搭配Q弹滑溜的手工米粉 吃起来大大满足 它的汤头不会是那种很咸的 就是还蛮干纯 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 基本上嘴巴是会会干 客人赞不绝口的好味道 其实源自陈宗海的父亲 他二十年前 开始在苏州卖起贵州米粉 至今在大陆已经有150间分店 陈宗海从小耳濡目染 餐饮科毕业后 就顺势前往大陆学习 在那边坐了七八个人吧 七八个人 才回来 才回来 进工厂之后 也是直接下去 每天晚上十一点 就去里面熬汤 明天熬汤 煮肉 韩国的 日本的 过来这边都有点稍微的 变成台湾的一个独特的小吃 大家都喜欢 所以是餐饮无锅界 所以我们就觉得 可以回来试试看 陈宗海带着满满信心 把爸爸的手艺带回台湾 没想到开业不到半年 就碰上疫情 客人寥寥无几 陈宗海没被打倒 反倒利用这段时间 调整口味 精进菜单 台湾本身就是一个 融汇贯通的国家 你不能把大陆一些 特定种的口味 照搬过来到台湾 那台湾人可能会接受不了 辣椒 然后红花椒 跟碧波 然后再加一些新香料下去炒 让它炒香之后 我们就会加牛骨 鸡骨下去 一样给它熬 也要差不多熬四个小时 再加进红油豆瓣酱 红红糊糊滚滚动的辣椒 宛如沸腾的热情 吃辣者完全降服的 极品香辣口味 配角牛腱肉则丢到一旁 事先汆烫过再卤 差不多卤个四 两三个小时吧 两三个小时 因为牛腱本身也比较容易烂 吸附香辣汤汁的米粉 麻辣鲜香 油而不腻 牛腱肉软嫩又好入口 糖底香辣病激却平衡 相当开胃 喜欢吃辣的应该会非常喜欢 它们这种口感 因为它们辣的感觉就是 是很多香料调味出来的 那比较不像那种 有些是那种化合的辣油那样子 直接加下去的感觉 喜欢宽面的客人 可以来碗包微酥肥鸡汤板条 透着光的板条就像皮带那么宽 很容易咬断入口 却同时带有微微的Q弹口感 鸡汤温润清甜 搭配软嫩的输肥鸡完全没有负干 油炸锁住香气的皮蛋豆干 豆干外酥嫩嫩 皮蛋也保住原貌 浓郁的花椒香刺激味蕾 也是下饭 最后来碗不甜蜜的玫瑰冰粉当甜点 冰粉吃起来就像台湾爱玉 嫩滑凉爽香甜可口 还有淡淡的玫瑰清香 搭配南瓜籽更增添口感 你好 牛肉造米粉加牛筋 谢谢 米粉自己做 汤自己熬 辣椒粉自己弄 花椒粉自己弄 所有的都我们自己来 所以做餐饮还是一样脚踏实地 你要蹲得起来 蹲得下去你才能站得起来 用心熬汤煮料 受到客人的肯定 陈宗凯把爸爸的手艺发阳光大 让一碗一碗贵州米粉 在台湾人气火红 也温暖老桃心底